巴黎奥运会女排A组小组赛 中国女排3比1战胜塞尔维亚 小组三战全胜晋级奥运会八强 表现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这场比赛塞尔维亚赢下了第一局 但在随后的比赛里 中国女排逐渐找到了应对的方法 而且在篮网方面频频得分 连赢两局大比分2比1反超 到了第四局 虽然塞尔维亚挽救了多个赛点 但李盈盈天神下凡 连续批扣让对手无可奈何 最终中国女排第四局 以29比27啃下了硬骨头 这场比赛过后 中国女排赛后还有两个好消息 但同样有一个坏消息 就是朱婷意外受伤了 第一个好消息 中国女排小组赛三战全胜 八强排位是1-3名 而塞尔维亚一胜二负 八强排位是7-8名 也就是说 中国女排八强淘汰赛 可能直接面对塞尔维亚 毫无疑问 相比打其他强队 塞尔维亚是比较理想的对手 这支球队并不完美 篮网表现也有起伏 遗传也不稳 而且非常惧怕中国女排的篮房 很多时候不敢再往前大力扣球 只能用调球的方式来过往 如果中国女排淘汰赛 对阵塞尔维亚 打进四强的可能性非常大 总之小组赛三战全场 确实让人看到了夺冠的希望 第二个好消息 主公李盈莹 副公王元元等主力 已经进入最佳状态 和塞尔维亚这场比赛 李盈莹大杀特杀 狂卡26分 全队最高 王元元得到11分 包括三次篮网得分 公祥宇32扣15中 砍下17分 还有一次篮网 和一次发球得分 还有其他女排球员 她们通过小组赛 已经完全进入了 奥运会的比赛节奏之中 虽然各支球队的实力有差别 但能打进奥运八强的队伍 其实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中国女排能够击败 美国女排和塞尔维亚 也可以挑战巴西和意大利 还有一个坏消息 中国女排主公朱婷 在比赛中救球的时候 手不意外受伤了 一直在场下兵夫 希望没有大碍 如果朱婷接下来的淘汰赛 不能以最好的状态出战 这对于女排来说 是比较大的变数 可以说这一场胜利 对于蔡冰来说 虽然值得高兴 但朱婷受伤 肯定也会让她揪心 如何排兵布阵 也需要深思熟虑 接下来女排比赛 巴西和波兰的对决 将最终决定 八强的对阵结果 但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 中国女排不是打土耳其 就是塞尔维亚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支欧洲球队 近期的状态 都不是很好 塞尔维亚小组赛 一胜二负 勉强进入八强 而土耳其 更是被意大利 三比零横扫 中国女排 不管在八强遇到谁 都有很大的胜算 提前避开 意大利和巴西女排 中国女排 就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最终的目标 肯定是一场一场打 向最高领奖台 发起冲击